科技的染色工艺 就是这里不是有白色有蓝色的这个染色的吗 就是你刷久了之后 这个蓝色会慢慢的变淡 直到它完全变淡的时候 就提示你该要换刷头了 我觉得这点试剪是蛮人性化的 然后这款我就觉得 我有点扯远了 反正就是这款 反正就是这款 反正就是这款认识膏 我真的蛮喜欢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胡子 哎呦秋色秋衣录出来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胡子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我最近一直都在用的 超超超好用的 好物推荐 有包括化妆品啊 还有日常用的或者护肤品什么的 就是很多杂物什么 非常适合学生党 非常适合学生党用的 今天我选了几款 我自己一直都在用的 便宜价的好用的化妆品 首先是这一款 这款眼线也比我上一期好用 推荐我也出过 但是我怕你们看不见 我这次要再推荐一发 因为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我用了这个之后 这个真的是我的真爱了 首先这个价格就超频 只要9块9 你知道9块9 这个数字 真的是我不敢想象的 我之前有买过欧盟的眼线页笔 它也是9块9 他们也说 哦这太好用了一点都不运 我听到不运这个字 我整个人就跟魔症了一样 反正什么眼线页笔 对于我来说不运 就已经是最高的希望了 因为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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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有一只能够让我不运的眼线页笔 因为我这个人混油皮 然后眼皮又又小 就这样眨巴眨巴就会运 就会蹭到 然后就蹭到下眼皮 但是我用了那个欧盟的时候 我刚刷上去 好像真的不运了 我在手上凑了一下我也觉得不运 然后后来我画了 画了出去 然后回来 我的室友都说 哇你的眼状怎么运成这个样子 我都不敢相信 我去镜子前面一看 我都想 我都想欠负自己 从此以后我就用了那一次 那个欧盟眼线皮 我就再也不想用了 真的太难用了 太难用了 但后来也有说 嗯 说kiss me的好用 kiss me的好用吗 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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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天呐 真的给我也是运到一个境界 棕色的还好吧 棕色的运就不会像黑黑的一样 那种运的一全都是 但是我也只敢画眼尾了 kiss me的真的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用 不要打我 我还花了大价钱买的呢 真的是找最受 直到后来我遇见了这个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 我用这个的时候 我也不是抱特别大的期望的 直到后来我发现 就 它掉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就是晕的掉 它是就是 快速凝固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 形容它 就是 反正它就是不会晕 因为它干了之后 它掉的不是那种晕出来的 它是一块一块掉的 不像那种晕一大片 就是一小块一小块 这样散着掉的 就比如说我手上画的这一条吧 应该已经干了 这一条 这一条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错 不要错 就是这一条 我错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错的蛮用力的 但是它也不会晕 真的 特别特别好用 它掉的就没有痕迹的那种 就是你擦一下 它就会不见了的那种 真的好用 我可以现在再画一条 Kiss Me的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现在它差不多干了 我擦给大家看一下 晕了 你看它晕了 它就跟刚才的完全不一样了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今天眼睛上画的 就是这一块 真的超级好用 它们家那个胖子很胖的那种 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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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睫毛膏也好用 但就是之前我有推荐的 就是有用到过的这个 就是嘴巴会变成玻璃唇的那种感觉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 我今天没有涂这个 现在想给大家涂起来看 就变成嘟嘟的 但这个流的太快了 不好控制我 怕我身怕我挤多了 因为我经常记得 就嘴巴一下子会变得很有光泽感 平时可以少涂一点没关系 还看起来就嘟嘟的 然后也有润唇的效果 但其实它之后就会干了 半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会干掉吧 这个价格是 我那时候买过来只要7块多 反正8块以内 很便宜 我找到最便宜的一价 再就是推荐 应该是润唇膏吧 变色润唇膏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这一款 Dior的 200多块钱 我真是200多块钱 然后后来我觉得太费了 因为我已经用完一只了 我觉得好浪费钱 感觉有点贵 有点心痛 没错 我就是这么扣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听那些人的推荐 我买了一只Mistin的 泰国Mistin的这个变色 小草莓变色润唇膏 我感觉也蛮好用的 我今天嘴巴上涂的就是这一款 颜色还蛮自然的吧 反正我涂得很多层 因为我平时嘴巴其实真的 看我化妆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嘴巴就没有血色了 可能不知道是缺血还是怎么 反正从小到大都这样 所以我小时候请假 都非常非常好行 非常好装品 我只要把嘴巴擦掉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有点不舒服 细心上嘴 然后老师说 你怎么了 你嘴巴怎么那么惨白 你整个怎么脸色那么不好 你快去医务室吧 然后我就 好的好的 老师拜拜 然后我就去医务室了 医务室的那个老师 都看见我都非常喜喜为善的 你又来了 今天又是你 因为每次就做早餐跑步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跑到医务室那边 我就跟老师说 我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就去医务室老师那边 医务室老师都看我非常熟了 一般我都是因为迟快迟到了 然后我就飞奔出去 然后没有吃早餐 然后我就想借此机会 去医务室吃早餐这样的 我就去买了个三饼子 在你这里吃个早餐 然后就打开三饼子 很正然的吃起来 然后这款我就觉得 哎呀我有点扯远了 反正就是这款 反正就是这款认诚膏 我真的蛮喜欢的 我就擦在嘴巴上 我感觉就是跟这款使用感受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款更油一点吧 这款感觉 反正它们两个都有香味 这款是草莓味的 然后这款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味说不出来 你们有觉得是什么味 就是什么味吧 反正但这款的容量 比这款大一点 但这款平时方便携带 而且也很可爱 某妹子平时带着挺好用的 我就觉得买这款 其实买够的 薛山党推荐哦 而且只要20块钱 价格是这个的 差不多十一分之一 十分之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很便宜了 还有就是推荐 就是小生女嘛 对自己的手 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护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来 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 就是指甲营养油 但是那个包装我找不到了 反正我买过来 反正就是两块五 也不知道两块九 反正非常非常便宜 反正某宝上搜一下 指甲营养油反正很多的吧 就是这样子旋转出来的 这款跟我以前买的 很贵很贵的 那个少女皮子TU的一瓶 就是这样子打开 然后拧一下 然后就把里面的精华 营养油拧出来 然后涂在手指甲边上 我就是一直都在用这一款 以前都在 以前就是 有倒刺了 有倒刺了我就会用这一款 我觉得真的蛮好用的 而且也很方便携带 就这么小小的一只 而且可以用非常非常的久 价格又便宜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都是没有倒刺的 我最近都在用这一款 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是没有倒刺的 你们也可以每天晚上睡前的时候 涂一下这个 反正就是这样子 这边拧出来一点 然后这边就开始拖指甲 这样子拖 看得见吗 我指甲的好几天没有那个 我指甲上次做了之后 我就一直再也没有去做了 就这样剪了都已经到这了 哈哈哈 反正手上有倒刺 既不美观又痛 还影响平时就是写字什么的 我觉得中间长倒刺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推荐给大家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价格只要两块多 也不知道三块 但是如果平时不想涂这些的话 我推荐就是大家最好就是多 平时多吃一些维生素B2 维生素B2就是那种小盒的 哎呀 反正太小盒了 也都不知道给我丢哪 我一般都是吃一次丢次吃一次丢次 维生素B2也非常的便宜 价格也就只要两块多三块 跟这个差不多 而且小小的一盒 就是黄色一粒一粒 每天就吃两三粒就好了 去那些药店都可以买到 就买小盒的那种 不要买太多了 因为太多了 我觉得你们也吃不完 反正每天就吃一两三粒就可以了 吃维生素B2是我们老师教我们的 但是吃了维生素B2之后 就是排泄出来的尿可能会有 有点黄 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上火什么的 就是因为维生素B2的颜色是黄色的嘛 所以代谢出来会有点颜色是正常的 不要惊慌哦 但的确吃维生素B2也有很多好处的 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买维生素B2吃吃的吧 因为毕竟维生素B2有用点 但你们如果跟我一样 就是平时吃药什么的都会忘记 吃什么东西都会忘记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可以买这种 但两个都买也都OK啦 还有之前就是 还有小天使问我 他说熬夜当该买什么护肤品好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我也有必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喜欢熬夜的一个人 你知道就超级喜欢熬夜 每天白天的时候就这样 晚上的时候就生龙活虎的 所以我要给 所以直到后来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 反正我就 我就觉得一定要 我也是就是熬一熬完夜 第二天非常非常的疲惫 超级疲惫 从面色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人都蜡黄蜡黄的 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一款 当当当当 科研式的夜间精华 超级超级好用 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而且里面还有就是 嗯 嗯那种薰衣草成分 就晚上的时候滴两滴 放在手心里 然后擦擦擦 然后拍拍拍拍拍拍 也会闻到薰衣草的香味 有助于睡眠哦 而且这个用完了之后 嗯 而且这个不 不是特别闷豆 我那时候担心 精华这个会太厚重 会嗯 闷豆啊什么的 因为我又会长痘 又失去混油皮什么的 但其实大家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你挤少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挤特别多 就两滴滴在手心 然后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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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进来皮肤非常的光滑 患然兴师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熬 我出去就熬夜什么的 就必带这个 这个用完之后也不会干 也不会特别油腻 你就要用力拍拍 不是用力拍 就用心的去按摩一下 就非常的好了 就拍到它吸收就好 按摩到它吸收就好了 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而且我推荐大家的话 就是可以先买15毫升的来试一下 我那时候也是买15毫升 或者买它的小样来试一下 因为这个 万一就是有些人用了 会觉得就太闷什么的 推荐大家还是买容量小一点的 然后再买容量大一点的 我这个就是15毫升的 我没有买30毫升 因为太贵了 因为15毫升是30毫升价格的一半 这个效果是真的非常好 非常推荐给熬夜党的小仙女们 还有就是我还想推荐这个 没错就是化妆棉 但是这个化妆棉 比其他化妆棉都要便宜 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买 那个什么菲利利尔的化妆棉 因为很便宜 但是那个会脱棉 就比如说 一个化妆棉它用着用着 可能擦两下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脱成两半 而且棉续还会到处飞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就你用了之后 它不会脱成这个样子 它压的还是蛮紧实的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而且用在脸上 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刺 我之前有买过20块钱三包的 我觉得好刺好刺 受不了 用了一半还放在那边 我就不想用了 但这个真的不错 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就这个包装比较看起来像三五产品 但是化妆棉我感觉也就跟纸巾差不多 就我也不要求那么多了 能给我卸妆就好了 反正我这个用了还蛮久 用了蛮多的 就是两块多也不知道是三块钱 就一包两百片 两百片 我觉得已经够了 我算了一下 外面卖的也差不多都是两百片两百片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我买了五包那时候好像就包油了 非常的超值 推荐给各位小仙女 我会把这个的链接放在我的QQ空间里面 大家可以加我的QQ就可以搜到了 还有就是推荐大家 最近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可能有点离题了 就是这个 泰坦乐酱大师 梅菜肉酱 非常非常好吃 我之前看到空间里面有人推荐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 我平时就是上顿不接下顿的 因为我这个人吃饭其实非常不规律的 因为有时候会没有饭吃 然后我就经常要自己炒蛋饭吃 炒蛋饭吃 就味道非常的单一 直到后来我们买了什么 那些什么拌饭酱 我都觉得没有特别好吃 但是我买了这个之后 我真的都觉得非常好吃 我买了一箱了 因为这个26块钱两瓶 只要13块钱一瓶 非常非常的便宜 大家快去买吧 这拌饭吃真的非常好吃 平时就什么 你可以什么菜都不烧 就烧一点饭 就把这个放进去拌起来吃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吃 想到这个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超级好吃的 因为这个味道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非常非常重口味 你知道 清淡的我一般都看不上 那个老干妈给我 我都觉得有点清淡了 可能是因为吃了太久了 就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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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了吧 就感觉淡了 真的非常好吃 我推荐大家去买 这里面打开给大家看是这样子的 可能看起来你会觉得没有什么食欲吧 但闻起来我真的觉得蛮香的 有种豆瓣酱的味道 其实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豆瓣酱 但这个味道就带有一点点豆瓣酱 但是辣的有点辣 但是我喜欢吃辣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正好味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个这个 拌起来尝一下 味道绝对是太棒 不好意思 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然后我去倒了一碗饭来 我要来试吃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子 好省哦 就平时太饿的时候 我觉得就比如说没有菜的时候 可以这样吃一下 我觉得也OK啦 拌饭真的非常好吃 吃粥啊什么刷了 连接群要很多盘 其实我就是这么一个随便的人 我刚才光速去炒了个饭 也得好吃 这个白菜 真的好吃 非常OK 好我最后 我最后想推荐的一款 就是这款我爱电动牙刷 讲证我还以前 其实就蛮想买电动牙刷的 但是电动牙刷我看来看去 那些菲利普啊什么什么的 也都卖的蛮贵的 便宜的买了 又怕没有那种什么效果 我之前就有用过他们家的牙刷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都一直蛮有好感的 我用的第一款是这款 黑色的 现在是新出的第二代 第一款这样用的还蛮方便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代的 第二代的牙刷 就这样子 他们两个从包装上 其实有蛮大的不同的 但其实里面还也挺好的 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还算我一张卡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卡是干嘛用的 就这样子 这样放在里面 这一款来说的话 我觉得做了蛮大的改进的 就相对于这个 这个握柄也蛮舒适的 而且好像更加防水了 有些这一款就要 必须要很用力的长按 它才能开起来 而且只能选模式 不能选强度 就是一直只是这样 正正正正正正 只能换模式什么的 然后关也是要按很长才能 才能关 然后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就直接开起来 然后你还可以 选强 自己选择力度 力道的强度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换模式的 反正就比之前的 方便很多 因为之前的需要长按 然后再换换换 现在这个只要 只要轻轻一按就能启动 轻轻一按就能关闭 我真的觉得蛮方便的 而且新的一款 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有白色 红色 还有黑色 好笑 然后我就选了白色这一款 我非常喜欢 他们家这款牙刷 我真的牙刷真的蛮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对 相对于菲利普的那种 羊少来说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这个价格 我问了一下 好像这个是维修卡 这个是保修 他们家真的蛮好的 就是一年内 他会保修 不是说保修吧 就直接帮你换新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换 像我之前这个 就有一点充不进去店 然后我就寄给他之后 他就直接寄了一盒新的过来给我 我就这一盒就用的蛮好的 我觉得蛮负责任的 让人感觉 让人感觉也更放心一点 反正我觉得光是这种 这种服务态度 我就给他们点赞 其实这个牙刷有一个小功能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刷牙刷了很多次 就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换牙刷 其实一般的牙刷 三个月就应该换一次了 但是这个他采用了就是这个 什么反正是很高科技的一种 高科技的染色工艺 就是这里不是有白色有蓝色的 这个染色的吗 就是你刷久了之后 这个蓝色会慢慢的变淡 直到它完全变淡的时候 就提示你该要换刷头了 我觉得这点是简是蛮人性化的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要换刷头 应该不要换刷头了 但是这款黑色的就好像就没有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也是做了蛮大的改进的 而且他们都是无线充电的 我就觉得蛮方便 因为那些有接口的话 它就不是全部都防水的了 就容易水进去 然后就坏掉了 我觉得电动牙刷 还得要精心修护怎么样 就怕进水 就我这个就 为爱的这个牙刷就不一样 我就直接就是刷完之后 然后放水里全身冲一下 然后甩一下 然后放那边 我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续航还蛮厉害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牙刷 真的不算是特别贵的 因为一般的牙刷的话 菲利普的要1000多吧 然后其他的各个价面 各个价位的 什么超什么什么的 都500多什么的 而且也不一定有这个好看呀 这个358好像是 然后我觉得买过来 比那些都要好看 而且看起来要高大上 我在素质里面打开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哇 这个是什么 我是电动牙刷 然后他说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我说358 他们也都觉得可以接受 这个 这个一代的好像会便宜一点 一代的是299 嗯 现在一代应该还有 如果你们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一代的也不差 这是二代的升级 就是一些功能方面 升级了一些 然后推荐大家 这个还有送皮套的 我觉得蛮方便的 这皮套不是抽神款的 是这样子 压 按压压出来的 我真的买卫生的 然后把刷头拔掉 我就平时出去旅游的话 就这样带出去 还蛮方便的 但这个一代的 就没有 送这个皮套 真的蛮方便的 推荐大家去 推荐大家入手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想问我的 都可以发私信 或者在评论区告诉我 喜欢这期视频的 麻烦点赞 收藏 加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拜拜